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近年来沙巴亚币和沙巴西海岸多个地区的断水 还有水压低影响了正常供水问题是越来越严重 昨天大马机场控股发出通告 致沙巴几个地区闹水荒 亚币国际机场也受到了影响 必须采取紧急措施 通知航空公司所有飞往亚币的搬机 在出发地点要先装满所需要的净水 并且要求机场十四提供一次性的餐具 通告还说亚币机场那一些厕所已经暂时关闭 并为乘客准备了矿泉水 大马机场控股也就此事道歉了 那对于亚币机场面对断水问题 沙巴副首长表示 州政府已经下令当局彻查 我们来看一组国内快报 沙巴副首长沙赫米今天表示 尽管亚币机场的水工 已经在昨天下午两点恢复正常 但他认为清洗保养蓄水箱 是一项预定的工作 照理来说应该会有应急方案 而不是完全中断供水 州政府将会调查此事 避免以后再发生同样的事情 卫生部副部长卢卡尼斯曼说 卫生部截至昨天 露得14宗中暑病例 其中13人已经康复 除了单州一名11岁的男童 因为中暑而死亡 由于炎热天气预料将会持续至8月份 卫生部预计中暑病例会继续上升 当局已经做好准备应对长期的中暑情况 乌统树立主席兼国阵选举主任 穆哈穆哈山表示 团结政府的盟友将在六周选举当中 竞选所有的席位 包括那些被认定是国盟的强区 穆哈穆哈山说 这次州选将会让国阵和乌统 面对更严峻的挑战 因为国阵要派出的是能够胜出的候选人 而不是有胜算的候选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